美国总统大选巅峰之战进入了倒计时 星期六在华盛顿登场的年度女性大游行 却演变成了一场支持贺锦丽的造势大会 将近一万人从华府自由广场游行到了白宫 而参与者捍卫各项关于女性诉求的议题 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默括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入主白宫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 堕胎合法化 不过在一片支持身体自主权的呼声当中 也出现了几名反堕胎人士来搅局 索性没有爆发冲突 数以千计女性高喊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口号拒绝倒退 配合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星期六在华盛顿揭幕的年度女性大游行 充斥着浓浓的选举氛围成了贺锦丽的造势大会 游行人群从华府自由广场一路步行到白宫 群众手捧各种关于捍卫女性诉求的标语牌 其中支持堕胎合法化 捍卫身体自主权的议题最为突出 一名参与游行的女子勇敢地和反堕胎活动人士对峙 传达自己的心声 我姊姊几岛有几岛的生命 刺激了她的生命 但幸运她能够照顾 结婚了 我只记得我们都在互相争 我们只要保持我们眼睛 我们不能让他们拒绝我们 或让我们感到太疲惧 现场出现搅局人士 一名男子扛起十字架 以扩阴气高呼 堕胎就是谋杀 但她的呼声很快遭游行群众的声音淹没 虽然有反堕胎民众混入人群中叫嚣 和集会者发声争执 但双方没有爆发肢体冲突 许多参与者也高呼捍卫堕胎合法化 这也是民主党总统贺选人贺锦丽入主白宫的 主要竞选承诺之一 按照目前的民调来看 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互选人 特朗普的支持率势均力敌 让部分集会者对国家的未来感到焦虑 呼吁选民一定要行使投票权 做明确的决定 从2016年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这就是你的生命最维持的选择 每年都会正确 即使是2018年、2020年、2022年 在2024年我们正在选择自由或是俄选 真的没有中选 所以这就是 一切的革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女生 我们都会选择 我们都会选择 我們都會選擇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在這國家和女性的權利 這是我們的國家的歷史最多的選擇 我認為很多美國都不知道 什麼在這裏 我不太過敏感 我非常正常 但我非常擔心 主辦單位一開始估計 有五千人參與集會 但隨著越來越多人聚集在自由廣場 參與人數後來逼近一萬人 由行最終和平落幕